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于我来说可能感觉有点压抑 然后第二个可能是和女同学有的时候关系可能处理的不是太好 你别用那种眼神看 我没你想的那样 女同学 对 女学生 然后他们就是有的时候也是今年总是跟你发短信 有的时候短信忘山了让我女朋友看到了 反正整的我也是非常难受 就是女生很喜欢你 还好 还好 女生会请你吃吃饭 喝喝咖啡 聊天 没有 您在城市里待的时间可能太长了 然后我们在乡村里边是没有什么咖啡 也就拿个顶多的就拿个 那就是在刚刚收割完 没那么没 充满着稻草香气的田野里 没有没有 你不要老这样 她一直不停地在搓手 她其实很紧张 刚才在台下的时候就摸她手一直在冒汗 但是当你的女朋友发现这时候 你有没有主动地和她沟通过这件事情 你是怎么 如果有 你是怎么沟通的 我就跟她说这是学生 随便发那个吻信 小女孩 没有什么的 没事怎么不费别人啊 对 比如说她可能会这样讲 对 你男朋友的魅力你还不了解吗 你有什么地方值得我不担心 你好了 不要老说了 你没有问题的 两个男的之间不要摸啊 少刚 你说就可以了 少刚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她呀 这个对人啊 就这个 这个身体之间的距离 她可能没有太多概念 我怀疑比如说 你跟女行上这个交流的时候 可能是哎 没关系 那个什么你好好练 然后人家女生嘛 毕竟这个十七八岁 一看 以为你对人有好感 你这种求知者呢 其实是 叫做闷骚型的 从刚刚一个你对少刚老师摸头的那种感觉 我就深深的感受出来 其实你骨子里有那种热情 这种热情可能是对异性 偶尔的一个接触就会有一些些毛毛雨啦 然后你就会接到 呃 雷着雨啦 所以你的女朋友就不高兴 那我给你的提醒是 如果在未来的职场中 记住你是男性 不是男生 你要当一个男人 这样子去处理 人际关系会更好 OK 加油 谢谢周老师给出来的建议 现在要找的工作是什么 想找一份企业宣传或者是销售 企业宣传或销售 嗯 其实企业宣传和这个销售都是我刚才昨天晚上就是想了好多 因为我怕来了之后不知道自己找什么工作就碰碰碰就全灭了嘛 就昨天晚上做完了你的职业规划是吧 对 昨天晚上因为我昨天晚上因为我来北京之后参加找了一份工作 就是房地产销售 房地产销售 嗯 你现在在做吗 就是来之前刚辞了对嘛 然后跟你做 有卖出有卖出房子吗 因为马上要开盘了 马上要开盘 然后就接到了咱们这个栏目组的电话 那这个很奇怪 因为你做这个销售对吧 一直也前面有培训 然后等到开盘的时候 正是你可以发挥你的作用的时候啊 因为我想来这里 就是卖房他又不喜欢说实话 也还好 你看我刚给你着了一个 你自己那块有一洞是吧 误言问问题让那个洞暴露出来 我刚给你弄一捧泥壶上 你喀巴又给他挠下来 我就想着把真实的自己更表现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真实的原因 因为现在罗伐都知道有限购这个等等 这样因素 不做那个工作 其中也有很多 就是菲尼莫属给了我更多出来的勇气 我们都知道当销售要有三步 叫不要脸 不死心 不怕苦 当然教师这个职位又是一个非常体面的 非常要脸面的工作 你怎么转换你这些东西啊 因为我本身是唱歌的 唱歌需要的就是不要脸 脸皮厚一点 电视机前的各位歌手们 对 对对对 我今天可能来了也是有点紧张 说话总是 不是有点紧张 你过度兴奋了 也不是 就是我们跟学生有时候上课的时候 也是要求你 就是说你站到台上 尽量的让自己 不紧张 对不紧张 然后就脸皮稍微厚一点 这个我是 可以做到 就本身就具备着这种特征 本身就具备着这种特征 还好了 一会儿再聊 十二位 一个初步接触知道了 小乔 说话也直来直去 行为上动手动脚 想要做销售 你们决定让他继续 还是离开 听见的 小乔啊 非你莫属这个平台 已经很久 很久 很久 没有出现过 十二盏灯 全部都亮着的情况了 所以 你要向所有人证明 天生我有才 那你觉得 你的销售的能力怎么样 能不能现场卖个东西试一下 现场卖一个东西 嗯 比如说 比如说你把我的司机 卖给慕言 我不要这东西 卖给我吧 卖给我吧 就这样这么说 不是不对 我觉得这样特别好 你就卖给不要的那个人 必须卖给慕言 他不想要 这个很娘 知道吧 谢欣脖子上的这个 什么 真难听 谢欣围的这个丝巾 慕言不想要 卖给慕言 开始 那哥您现在冷不冷啊 不冷 热到面 得灯罩着 其实整个人的一个过程 有的时候 你应该多为自己 多着想一下 因为咱们这个 这个总是在外边暴露的情况下 可能会引起你的嗓 不真的很热 什么晚上总热死我了 什么晚上总在这暴露 说咱们的 咱们的脖子 哥 咱们那个脖子呀 老总总是没有维护的情况下 容易得 不是现在很热 得生在小节 就是因为热 你看这太阳罩的 太阳这个蛋 它容易伤风 真的哥 现在都37度8了 哥你对自己一定要好一点 因为可能你现在 不是 你想让我带这么一个丝巾 让我长肺子 对 哥不是 我丝巾是次要的 您注意自己的身体是最重要的 希望您从生理角度上面 去多为自己考虑一下 从生理角度上 哥你从生理角度不好听 哥 你从自己身体的角度 听别的说伤害 我还想问一下 就是你对时尚有了解吗 博士团新成员陈一佳 走秀网副总裁 走秀网网罗全球时事 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 时尚百货电子生物平台之一 我刚才注意到 你刚才像莫言卖那个丝巾的时候 你多是说的一些实用性的功能 其实你有一个很好的点 你可以跟他说 这个丝巾可以从形象上改造它 所以有形象 style上的一个不同 从形象上跟莫言讲style 更是驴唇不对马嘴 什么意思啊 我觉得莫言可帅了 好了 莫言 你可以从今天 现在开始 今天晚上不再说话了 就沉浸在这个幸福里 不停地体会 我必须报一个料 在场四位女老板 都曾经夸过我 外形的 美小姐夸过吗 没有 莫言 你承认了吗 莫言 他宽你的主要是为了安慰你知道吗 好的 爱慧博 你刚才有一个题目回答的时候 让我觉得很纳闷 其实有没有注意到 当时你说你不愿意在学校待下去 你用了个词叫 觉得学校的生活很沉闷 当老师很沉闷 其实恰恰是错的答案 因为没有一个地方比校园更充满朝气 我见过很多大学老师 他们40了活了跟20多岁人一样 那么在你的想象中 企业应该是什么样子 才能让你感觉到不沉闷 我就是希望想自己能看 能往前看 能看到自己更辉煌的一面 老师可能整个人生的整个过程 我并不说老师不好 可能我这只是说老师 也就是说 其实你觉得当老师 可能在职业前头上会比较窄 是这个意思吧 那你觉得你在职业生涯中 达到什么状态的时候 你觉得会比较好 我的要求也很简单 有自己的房 有自己的车 OK 其实活着嘛 就高兴 我就是希望 不管怎么着 让自己更开心一点 让自己 关心自己人 看到自己更好 其实我觉得说 我说的可能现实一点 我觉得说 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小伙子 我刚才开始的时候 听你说 你在这个地产公司 做了一个月 今天要开盘了 你为了上这个节目 其实你也是想在这儿 有一个展示的机会 对不对 所以绍刚老师 一直给你往上互动 你一直往下巴动 就是这个 其实我觉得 他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 他具备了销售人员的一种 推销的能力 但是我同意见 我觉得今天我们做的整个面试 叫无效面试 为什么 因为现在为止 我们没有发现 他独特的优点 职业优势没有 我来说一个 他的职业优势 我说一下他的优势 他很纯粹 他就是说 我工作就是为了挣钱 这就是优势 任何一份工作 养家糊口 还是都是第一位的 对 我也想赚钱 那我就适合做销售吗 会不会 其实他不是一个 差的销售来的 刚刚少刚给他提供 他已经想 给我卖了 没有打击他 我希望他更去 清晰的描述一下 不然的话 我都不知道 提供什么职位 给他最好 我觉得他 他需要很好的培训 如果他做销售 对 说对了 他要么跟一个 很好的人 要么跟一个 很好的公司 对 其实他现在状态是对的 因为从他 基本上的生活 是在农村这样一个生活 眼界啊 各方面的知识的 这个积累 都没有打开 愿意到北京 一个更大的领域 来体验一些工作 我相信他有 他的特质 我觉得朴实 还有其实他受过 艺术的教育 有很好的份 亲和力 有亲和力 但是他确实有一个 很重要的缺点 这个其实慧普也提到了 这个缺点是什么呢 其实他对自我的界定 还是很不清晰 他自己的边界就不清 别人就很容易侵入 可以明显感觉到 这个求职者身上 对于生活和社会的历练 还是欠缺的 十二位 接下来 请选择 让小乔 继续 还是离开 慧普离开 慧普离开 青红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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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中国最大的 时尚和奢侈品的 B2C网站 所以我们 你如果进入的话 你会在一个 电子商务的领域 所以这是一个 比较新的领域 但是我们欢迎 学习能力强的人 所以我可以提供给你 一个销售 销售专员的岗位 基础的销售岗位 好 我们也一样 其实因为你应聘的 销售的岗位 所以应该从一个 最初级的助理 客户经理开始做起 好的 我们有一个电话销售的团队 我们这个团队当中 有一些就是像你一样 可能是没有销售经验 很年轻的人 但我们的团队的 这个带头人 是从阿里巴巴带而出来的 很有经验的 这种电话销售的 这种管理人才 所以我相信你在这里 可以获得很大的发展 爱国者数码科技 杨基青 我非常感兴趣 你的真诚 我是团形成员 杨基青 爱国者数码科技 有限公司总经理 自由品牌爱国者 协议称让媒 中国数码第一品牌 那我希望你初期的时候 我能给你的岗位是销售 但未来呢 我希望你能 再往前走一步 当你有了经验之后 我希望你能走入销售 培训的领域 我觉得你有这个天赋 好的 许怀哲解决网 解决网的销售 品牌中国联盟 销售 我可以当你的老师 我也追加一下 在解决网的销售团队 是由我亲自带的 就是这样的 六家企业 走上前去 把其中的四盏灯 由你来熄灭 推草 有些来的这两家 一家B2C 电子商务 一家科技公司 数码科技公司 谈钱不伤感情 你好 谢谢你选择我们 那么我们可以提供的这个职位呢 我考虑可以给你是3800的月薪 然后另外有这个KPI的绩效考核 有绩效的机率 稍等一下3800是 3800是试用之前还是之后 试用前 一家这是你第一次来 有哄台物价的嫌疑 来 我们的收入可能体积跟别人不一样 我们的收入体积在销售领域呢 是这种实习期的时候比较多 17期之后它的基础吸水会比较低 但是我们给了一个比较大比例的提成 但是这个提成求和之后呢 应该远远大于你17期的那个水平 17期是多少钱 我能17期给你的公导是4K 4000 你涉及到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 努力想清楚 15秒钟之后告诉我 你的选择是走秀网 还是爱国者 走秀网 周老师 你们两个好像是在打赎 是的 按照我的想法 我是认为他会选择爱国者 但Frank老师说一定会选择走秀网 为什么Frank 我觉得他在农村 他一直在强调的农村背景 他很希望在大城市 游泳城市都市 你是觉得他觉得陈一佳漂亮吗 而且再加上美女老板 所以这是他的想法 不是我的想法 其实我觉得他做的选择并不对 因为爱国者的销售体系是非常庞大的 一般来讲 大销售团队对一个人的塑造和磨练是非常好的 人家陈一佳在呢 行不行 我承认我的销售团队 从规范性和培训力量来讲 肯定不是外国者 这是实际情况 少刚 我知道他为什么那么多的那个 他的学生要给他发短信 对我也觉得他一定会选他 因为这个男孩子 我觉得在男女关系上 一定是非常的 非常的 随便 我觉得他其实不适合做销售 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 其实跟他的那个个性有关 我觉得他是一个真的在压力下 他其实会 会转的人 其实包括在台上 刚才有几个有压力的问题的时候 你看他的表情能看出来 第二个我觉得他有错觉 因为咱们现在约等于在泼人一家的凉水 不会不会 因为谢谢他 就是很信任我们的企业 好好好 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台 之所以那么热烈 就是什么都是未知的 求职者会有什么表现 未知 老板会有什么表现 未知 甚至连观察团都在拿 求职者的命运打赌 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 哇这个平台实在太好了 因为我们的平台叫 随心